航天员面窗已经关闭 真正的进入发射倒计室了 离发射越来越近 航天员在做一些舒服带的整理工作 调整一下松紧度最舒适的状态 准备发射 火箭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现在应该是火箭的一级的伺服机构 已经起机 然后整个已经在做最后的检查 然后完过后 装盯完最后的程序过后 它就进行转电 就是刚才说转内电 然后转完内电 然后它就脱差就脱落 然后摆开摆开 两分钟倒计 航天员正中待发 火箭也完全准备完毕 现在看到还有三根白杆 这是在最后电火程序之前会打开 火箭的跟发射塔架的最后的连接 就全部打开了 各号注意 我是您号 一分钟准备 各号注意 一分钟准备 五十秒 五十秒 我锁好了 四十秒 三十秒 二十秒 二十秒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点火 五十八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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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飞行正常 青山USB雷达跟踪正常 遥测信号正常 双程光雪雷达跟踪正常 东风光雪USB雷达跟踪正常 遥测信号正常 东风飞行正常 火箭已经点火升空 我们现在看板回舱内 三名航天员非常的稳健 今天天气也比较好 整个手区的光学摄像机 也能跟踪得很清楚 感觉火箭刚刚在腾空的那一刻 向着太阳飞去 对 首先应该是 陶一塔要分离 先是应该程序转弯 因为它火箭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一直垂直向上飞的 对 它实际上是要靠重力进行转弯 实现这个就是它是其实一个切项 对 分了 陶一塔分离了 九拳陶一塔分离 东风陶一塔分离 说明低空阶段非常正常 青山USB雷达跟踪正常 尤测信号正常 对 我们是设计了它一塔 但是我们是确保 我们在飞行的过程中 尽量不要使用 对 东风光学USB雷达跟踪正常 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最好不要发挥作用 对 这是确保绝对安全 对 助推积分离 好 助推积分离 右拳助推积分离 东风助推积分离 九拳一二级分离 东风一二级分离 一级火箭也随之分离 现在看到五个亮点 就是四个助推器和一级火箭 看三名航天员在向我们招手 一个OK的手势 就是状态良好 对 因为这会儿是过载 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 雷达跟踪正常 尤灾信号正常 东风飞行正常 这是二级火箭的发动机 对 二级火箭发动机 是一个主机带四个游击的这种设计 好 整个牛罩 抛掉 整个抛刀 看一下前川两边进光了 对 这会儿有点磁力 唐欧波马上往外看了一眼 青山USB跟踪正常 遥色信号正常 但是要看一眼 第一次飞入太空 所以这个座位的设计也是非常科学的 让第一次上来的人坐在边上 双城 光雪 雷达跟踪正常 蔚南雷达跟踪正常 太远雷达跟踪正常 摇车信号正常 东风 光雪 USB 雷达跟踪正常 遥色信号正常 东风 飞行正常 现在大概有四个级左右的一个过载的逐渐的过程 现在应该还比较好 还没还没还没到加速到那个 刚才就是助推器分离过后 四个级马上就转下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二级火箭的发动机 当它要关机之前 应该是我们的航天员的过载最大的时候 大概有五个多计 4个计 4.9个计左右 但是我们从航天员的表情上 应该虽然也看不清 但看清了估计也观察不出什么 对于他们来讲 当然可能对对也是一个完全能够承受的过载 过去发射的时候 我觉得摇测正常跟踪正常的口号非常密集 现在是因为 轻声又爱天机为主 所以地面穿空站变少了是吗 是这样吗 还有啊还有还有 还有那个一个地面穿空站都保持了都保持 对我们特别是上身段的 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卫南雷达跟踪正常 天津USB跟踪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太远雷达跟踪正常 摇测机号正常 东风光学USB雷达跟踪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东风飞行正常 现在就是比较密集的各个摇测站发出的捕获 正常 就说现在看得很清楚 火箭的状态也非常稳定 应该很快就到二级发动机熄火 现在我们是根据摇测图像看到的火箭的二级发动机的情况 他们这个做近地轨道的这个就是发射的时候的这个飞行时间 都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进行升空探测呀 包括我们的这个高轨 清单USB跟踪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所以说整个飞行时间在600秒以内就结束了 嗯 对 卫南雷达跟踪正常 天军USB跟踪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好 这是二级发动机关机的吗 二级的主机关机 东风二级主机关机 然后现在是游击工作 就是刚刚那一瞬间之前是我们的航空员的过载最重的时候 最大的时候 现在航空员们拿起了工作手册 新的USB雷达跟踪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还有一些小火箱 是这个四个小的辅助 东风USB雷达跟踪正常 这个要一直持续到它船舰分离之前 嗯 那个时候过载更大 对 就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在家属状态 嗯 但是我们的三米航天员看上去镇定自若 好 唐宏波又往仙窗外看了一眼 哈哈 相比于两位老司机 我们这个新司机的向外张望的动作确实更多一些 哈哈 这会儿其实航天员之间是有交流的 因为我们看那个沈州11号直播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时候 对 景爱鹏问陈东爽不爽 我问你爽不爽 对 陈东说爽 所以他会有一些这个交流同华 但是我们从个画面当中看不出来 包括他会有一些跟火箭的操作同步的 一些备份的动作要进行 对 比如说船舰分离之前 他们也有一些操作 蔚南雷达跟踪正常 天天USB跟踪正常 遥測信号正常 东风USB雷达跟踪正常 遥測信号正常 东风飞行正常 长江六号发现目标 长江六号发现目标 船舰分离之前 可能他要一些配合的备份 比如船舰分离预备舰 然后分离之后 他会说船舰分离复位 船舰分离 船舰分离 因为发射是属于那个问题的 对 现场响起了掌声 在发射段已经没有问题 就是已经入轨了 对 现在就是要测算 看入轨的精度 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实环 对 看它的轨道的高度 星导USB雷达跟踪正常 遥測信号正常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上的监视器比较小 看不到可以看到的表情 但是可以看到失重的状态 失重的状态 应该有了 因为宁海生刚才把腿往前伸了伸 天路一号零四星捕获神舟十二号 它会有一个突然的如实重复的感觉 对对对 他们感到身体往前崩 会有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太阳能翻板的位置 下一步就是太阳能翻板要展开 对 上面的偏上一点就是我们的地球的画面 这个太阳波在试这个 在玩这个比 失重状态 遥測信号正常 这是在地面训练 没有的 真正的失重状态 对对对 我们注意下一步太阳能翻板展开的动作 听到USB雷达跟踪正常 遥測信号正常 这会儿离地面大概是390多公里 这一会儿还没有 还没有到现在的近地点 近地点 近地点在200公里 200公里 对对 还没有到300公里以上 对 它会到就是飞船 利用霍慢转移的这个这个原理 它会最终目标轨道在400公里 所以说它会在原地点进行变轨 好 我们通过神舟的推进舱外的摄像机 关注一下太阳能翻板的情况 下一步的关键动作就是太阳能翻板展开 因为这次发射也是在扬兆区 所以太阳能翻板一展开 马上就能知道 好 太阳能翻板展开 对 真的真的展 嗯 嗯 刚刚展开正常工作 这个 嗯 非常的基本 基本上的事 我们发射大厅就响起了第二次的掌声 对 太阳能翻板展开正常 我们等一下口令 刚刚说在扬兆区 所以它展开之后 是否通电会马上知道 太阳翻板展开正常 展开正常 嗯 那下一步的飞控工作就转到我们的北京飞空中心了 对 就转过去了 看一下我们航天员的状态 唐文波的笔还在空中飞着 让笔再飞一会儿 嗯 闲窗打进了 线路一号零四星跟踪正常 前反向数据收发正常 三米哈能源都在拿着操作手册 因为这会儿他们也有一些跟地面配合的工作 对 嗯 要检查这个座舱里面的环境 哦 嗯 还有些相关的设备的参数 是不是正常的 神舟12号 我是北京 神舟12号 我是北京 神舟12号 通报座舱环境 及身体状况 2号报告 身体状况 飞船 座舱大气环境正常 神舟12号 神舟12号 王子 嗯 这些一切都正常 北京明白 北京明白 长城 我是北京 通报座舱环境情况 明白 长城报告 座舱环境正常 北京明白 神舟12号 我是北京 神舟12号 我是北京 神舟12号 经地面确认 座舱环境正常 可以打开面窗 这个打开面窗 嗯 打开面窗 长城报告 Utc0状态正常 北京明白 好 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 打开面窗 李海生先对着我们招手 长江6号跟踪正常 摇车信号正常 海生露出了微笑 露出了微笑 长江6号跟踪正常 刚刚唐文博也做出了一个OK的说事 对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离我们最近的这个位置 靠悬窗的这个 是我们的唐宏波 我们这一次 第一次进入太空 真好 上面没人 感觉真好 对感觉真好 听到 坐在中间位置的是指令长 李海胜 李海胜说感觉真好 然后唐宏波和刘伯明 都在往窗外在看 最远处的03是刘伯明 刘伯明也是第二次进入太空了 好 第三次进入太空的聂海胜 坐在中间 目前看不到窗外 方程报告 翻版发电正常 翻版发电正常 还是满快的 那放了7.8公里 739 他是说现在的速度 他是说现在的速度 根据北京实时轨道 与瑶测数据监视判断 神州12号飞船 已进入近地点高度 200公里 遠地点高度 348公里 青角 41.3度 周期 一小时 30分钟的预定轨道 太阳翻版展开 飞船 飞船工况正常 航天员状态良好 北京出轨根数 长江六号 已向各方向发出 后续工作 按照正常计划实施 东风 东风明白 华山 华山 江音 天路 长江六号 好 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现场的声音 告诉大家 就是目前太阳能翻版展开正常 入轨也正常 我们航天员的状态也非常的正常 所以现在呢 各个系统的汇报的情况来看 目前的发射非常的成功 对 发射应该是圆满成功 一会恐怕现在宣布 三明航天员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三明航天员 对着镜头 做出了手势 而且在对话 感觉真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画面 在飞船入轨之后 控制权咱转交到这里 我是北京 东风请讲 长城二号F 摇十二火箭 已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准确渗入预定轨道 翻版展开 工作正常 我宣布 神舟十二号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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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听 请不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